各位好,這邊跟各位提到的是有關於從12年國教的政策規劃部分來跟各位做了解 對於12年國教當時裡面在做探討的時候 歷經從阿扁政府時期到後來馬英九政府在做詳實性的推動政策 我們在談到從國家裡面在做整體的發展的時候 其實在教育發展軌跡上 從過往上一開始裡面所涉及到的情形 從基礎教育上做到全民化 再做到中等教育的全民化 再到高等教育的全民化 這屬於在發展過程當中裡面它所形成出來的軌跡 那我們在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所提倡的概念 包含從荷蘭裡面的13年國教 包含在12年國民基本教育當中裡面提及的比意識跟德國 那裡面11年當中 我們比較確確的包含像英國或是以色列 澳洲、加拿大、法國、冰島、紐西蘭 美國部分的州裡面也都在10年以上的情形 所以包含在整個中文教育的全民化當中 我們也是世界各國上面發展上的共同性的狀況 所以在未來裡面如何能夠培養 具有現代公民的取向跟教育 當然變成是屬於在教育發展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這也是我們本身在執行這樣的政策規劃的時候 所涉及到的相關性概念 按照這樣的方式上來進行若干性的檢視動作 郭文明在做探討的時候 裡面可以看到從政策的取向上來進行若干性的劃分跟探討 但成為我們本身在探討將政策跟區塊上面很詳實的相信課題 所以也必要能夠從這些課題上來進行若干性的檢視跟討論的動作 所以郭文明可以從這個區塊上來看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當中 國民的教育程度越高 國家的社會越發展 所以可以看到在整個知識的區塊上的必要性當然變得更加重要 所以可以從進來裡面我們的相關性的資料上 來看我們的教育上的水準上某種程度已經達到了普及化的程度 而在國中的畢業生就學的機會裡面也到達105.6%的情形 也代表多數人裡面已經接受了後期中等教育的相信範圍 而在這樣的體力當中 依照教育部裡面所形成出來的相關性的文献資料整理 我們從民國57年開始以來是19年國民教育 而後來裡面在延長政策的構想當中 歷來裡面都不斷在做轉換性的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部分上也可以了解到 歷來部長當中我們對於從整體性的政策上 所進行到連續 或至少可以從中我們去做了解 那一開始的時候包含像朱衛生部長所做工作 是希望過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的計畫 到李煥當部長時期的時候 是希望過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範圍 那在馬高雲部長任內裡面是希望過是以職業教育為主的 國民教育的第三階段的相信計畫 另外一部分希望過以延長國民教育12年的可行性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到國違法裡面任教育部長時期的時候 是希望過去發展跟改進國中記憶教育方案 邁向十年國教的政策 在吳京任教育部長的階段當中 特別提到的是希望過去擴大第十年的記憶教育 以及從國民教育跟強募隊條例當中的部分條文的修正場案 能夠做抱怨 以及規劃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跟高中的多元入學方案 在林青江市任教育部長時期 希望過推動高職免試入學方案跟高中多元入學方案 以及希望過繼續擴大辦理綜合高中 以及規劃高中職的學校評鑑 在楊朝香任內教育部長時期 包含繼續辦理高中職評鑑 以及規劃高中職的社區化方案 跟規劃國中的基本學歷的測驗 規劃三年內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教 之後在綠色政府上台兩千年之後 在曾智朗任內 第一個部分希望過繼續推動高中職的社區化 以及全面實施高中的多元入學方案 跟高職的學校的多元入學方案 希望過整合高中跟高職的方案 為高中職多元入學方案 以及委託進行延伸國民基本 受教年限的規劃研究方案 這屬於在延長年限的部分 而在黃榮村市任教育部長任內 委託完成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理論基礎比較研究 希望過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辦理模式研究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教學資源及課程研究 以及十二年國民教育經費需求推估的四項研究計畫 也代表出來在任內當中 對於整體系的十二年國教上面 不管是在理論、模式 甚至提到課程跟經費部分上 比較完整的方式上進行討論的過程 這屬於在黃榮村任內所涉及到的做法 所以在政策上進行回顧的時候 歷來在部長當中對於十二年國教的可行性 開始做若干性的建構性過程 而到後來的時候 針對於從十二年國教上面 也成為一個官方上面相關性的政策 所以包含在後來的任期 包含像孫昌任行政院長時期 也一度以為是希望會宣告十二年國教的整體性的實施做法 這屬於在十二年國教上面在做政策規劃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課題 那當在負責這些相關性政策規劃的時候 必須要能夠針對於這些政策上 做一個妥視性的政策分析 那政策分析的話 這屬於在政策的發展過程當中 去了解到政策的決策過程 政策的方案、政策執行、政策的評估 透過政策的歷程上去進行了解 所以原則上我們在本文當中 是希望透過分析政策方案為主 但並沒有做相關性的政策上面的論證 所以在下一個課題當中 才會跟各位去談到 政策如何做到若干性的論證做法 所以在十二年國教裡面 它相關性的目的跟理念 那是否在執行過程當中 誰樣的觀點上是一個值得去做執行的相信時機 那十二今日當然我們已經看到 我們在我國在103年的時候 去適任的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所以可以看到在我國在九年國教裡面的實施過程當中 已經屆滿的情況 那未來裡面在後期中文教育上 其實變成是一個在政策在做推動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性的主流 所以我們從這部分上去做思考的時候 十二年國教裡面它在做推動的時候 有幾種相關性的核心概念 而就當時的觀點上來看 某種程度上是希望能夠提升國民的整體性的素質 所以包含在值跟量上能夠做到更多的發展 提出更多的經費 能夠改善教學的軟利體設備 提升教師的素質 均衡各項的落差 才能夠提升教育品質 如果能夠藉由十二年國教的改革跟策略 更能夠全面提升國民的教育素質 第二部分 能夠均衡各地的後期中等教育的品質 所以希望能夠出現在公立跟市議的 高中跟高直的 城市跟鄉鎮的落差 能夠落實推動十二年國教政策 上述的落差裡面 勢必能夠做到更加均質的發展 第三個部分 希望能夠做到舒緩升學壓力 所以十二年國教政策裡面 並不是為了舒緩升學競爭而做推動 是因為升學的競爭是否能夠全面做消除 或者是能夠需要做全面消除 當然各種裡面會有不同的哲學理念 一般裡面都認為應該要有 所謂的某種思路的壓力 才能夠使學生做到努力學習 那在競爭當中 當然就算是屬於在對於中等教育上 在做發展的時候一個很重要性的策略 第四個部分 某種程度上是希望讓學生能夠做到 就進入學的目標 那在內容上當然也特別提到 避免讓我們學生裡面浪費體育 跟浪費教育成本 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後 學生裡面能夠做到就進入學 可以大量節省社會成本 促進地區的經常發展 所以可以看到在 森林國教的基本理念 在現行的策略當中 來進行考量的時候 那我們既有的方法上 來進行考量的時候 現行的做法上常提到的 希望不做到有價無類 因材私價 做到有價無類 因材私價 所以透過了 有這個因材私價 透過多元進入的 優質前接的 優質進入 能夠做到四性陽才 所以可以看到 在發展上面 它所涉及到的課題 所以可以看到 在整體的策略當中 希望考量到 以學生當作核心性的區塊 來做到發展性的過程 所以可以看到 讓人整體性的體制當中 做到妥適性的銜接做法 所以可以看到 這是屬於在體制上 各位至少可以看到面向 所以希望能夠做到 全面的推動 後期中等教育上面的 全民過程 所以可以看到 在發展上來看的時候 這是屬於在 迈入到後期中等教育上 真正的相信的時期